阿里山高山茶小玉国际 而今年第五届的小夜种红茶比赛的获奖茶叶也升级包装了 融合了阿里山在地特色大获好评 一斤要价两万的头等奖已经销售一空 四万元的特等奖也所剩无几 甘甜 县长汪章良特别来品名 闭起眼睛细闻杯中茶香 一闻再闻因为香气扑鼻 特等奖9016 经过评审专业评比嘉义梅山农会第五届小夜种红茶比赛 结果出炉 为了加强行销 农会这回针对获奖的礼盒包装大升级 以红色为底色加上阿里山在地特色 日出高山云海元素都看得见 买气也跟着直上升 过年或是送礼 我想大家都会喜欢红色吧 那所以这次改了包装 听说熏温度就变得非常的高 那不只是包装漂亮 里面的红茶也是我们好的师傅所制作出来的 精美包装里头的小夜种红茶也是高品质茶叶 种植在一千以上的高海拔山区比一般茶区种植的茶叶更甘甜 加上小夜种红茶可以呈现花果香气 让它在台湾茶区独树一致 后来发现到下茶那这种小夜种 那去做全花效的红茶那特别的好 阿里山高僧茶享誉国际 以往品种以小夜种清新乌龙和金萱为主 今年开始推广阿里山特有的小夜种红茶 要把这清甜疏爽的甘甜滋味分享给更多人品尝 记者蔡重吴嘉宜报道